这个据说的就是 小孩子都可以喝了 因为它就是零巴仙了 诶有像药味道的诶 我有酒 你有故事吗 有没有故事诶 我不料啊 我今天有没有故事诶 哈啰大家我是伟雄 我是伟雄 看到我们周面上有那么多酒啊 你都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了啦 是吗 哦嘞有错啦 我们有没有故事诶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就是 就是喝这个零巴仙的酒 我就打算拍一下这个零巴仙的酒啊 到底它是什么味道啊 好不好喝啊 不过那些酒鬼应该都是不喜欢的 买零巴仙的酒 买你做什么 不认识味吗 哎呦 我就是咯 这个据说就是 小孩子都可以喝了 因为它就是零巴仙了 但是我们买的时候 它就没有分开只只卖 所以买乖 我去学 我去学 就是这个啦 Hennigan的零巴仙的啤酒 它就是没有酒精的啦 没有酒精的啤酒啊 它们想要卖给谁 所以会去买来喝 怎样 我也要买 反正我们只是打算买这个来试试 但是 只是开这个的话 就感觉有一点点普通 所以我们就买完 我们市面上常看到的啤酒 顺便也来测试看看 哪一个啤酒就是比较顺口啊 比较好喝啊 还有它们之间的味道 是不是不一样的呢 我一直不明白啊 为什么那些人会这么喜欢喝啤酒 这样你们喝酒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下面留言下 因为平常我们就是不喝酒了 所以我们也不理解啊 酒到底是有什么好喝的 我只是在我的收工酒啊 拼最多罢了 要么要 0个啊 但现在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个0%的酒先 之后我们才喝这些啤酒 看看它们的分别到底是怎样的 有可能是 完全没有分别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啊 我看人家抖音 就砰 小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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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太喜欢了呀 啊 哈哈哈哈 OK 我们是有喝过啤酒 但是就不是那么喜欢喝 诶 你试试看先 起司 安妮根 哈哈哈 不要打我们咯 哈哈哈 啤酒味 啤酒的味道啊 啤酒的味道 也是啤酒的味道啊 完完全全就是一模一样 老茶的味道好像是比较重那个麦的味道 这样啊 嗯 有点像Mata 但是没有Mata这样浓 都还浮了 太浮了 哈哈哈 都是苦啊这个 它这里写是有一点点糖分的 但是我就喝不出它有什么甜的味道啦 这样接下来我们就来试试看 这些各种啤酒的味道有什么不一样 看看哪一个是会比较好喝一点 我觉得啦 不一样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样等一下我们也是怕喝不完 所以我们就准备了吃这个 它就是可以盖进去 哈哈哈 哈哈哈 sorry啊 我以为本来咯 这个可以盖进去咯 点击 OK 这样我们尽量就是喝完它啦 再今晚 我自己的话是喝过Casput 还有这个Tiger 别的话都没有试过 OK 现在我们就开始啦 Casput 你喝了你 你没有喝一碗你喝一碗 哈哈哈哈 不很痛啊 哈哈哈 飲食 OK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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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了 那是很久了 很久了 哈哈哈 我们就记住啊 很苦 发现他也是怀疑我的人生 下来我们试这个Tiger 这两个 这两个都是我们马来西亚平常大部分的人都在喝的啦 LZ 拍眼泪而且也敢问我 Cas OK 这样你们留言一下一般你们是喝什么啤酒的 然后为什么 海格 这个的话就没有那么顺口一点 这个的话就感觉比较多气一点 这个没有这样多气 比较顺口 而且就不会这样苦 所以我知道为什么我爸爸喝这个 OK 再来我们试试看这个暗口 应该没有读错了 哈哈哈 这个我真的是没有喝过啊 这个牌子 闻他的味道的时候 感觉他喝Casper的差不多啦 喝下去的时候又跟Tiger很像哦 这两个是没有这样苦的 来试试看Casper有没有这样苦啊 真的是很苦 目前这三个啊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OK OK 我觉得OK 哈哈哈 OK 再来我们试试看这个 Scoop Beer 其实我真的是想不明白啊为什么 这么苦啊 我会喜欢喝啊 可能我还没有到那种境界 我跟你讲咯 就我的公司是不会找你的 你怎么呢 你试试跟我解释看 我尽量理解 哈哈哈 OK 试试看 Cheese 很少喝一点的 对哦 最不苦的 是它哦 单单的苦味罢了 对我们来讲啊 这个就是比较容易 Lucal一点 再来我们试试看这个 1664 我这个包装啊 感觉就是很杀的 不知为什么 明明都是我不想吃 这个味道有一点不一样 它好像有一种 水果的香味一样的哦 好像有桃的味道 它这个的味道啊 就是在这么多里面啊 蛮特别 我的迷宫啊 它喝下去的时候哦 有一种淡淡的桃的味道 我感觉好像是 目前这个是最特别的 这个味道 来 再来 你追了嘞 你准备演嘞 excuse me 有点接近Customer 那个味道很浓样 只是 它就没有这样哭 Customer 是里面最浓的 我不是很香 哈哈哈哈 大银鸡 我不是很香啊 再来就是这个 味道来说 说话基本都是差不多 感觉都是差不多这样完了 手机哦 手巧 手刚手 我来一句 我的天啊 真的很熟 我的天啊 很浮 好浮 我整个喉咙 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很香 它的味道 它味道是比较淡 但是它的苦味还是蛮重的 我真的是不理解啊 啤酒又贵又不好喝 为什么还这样多人去喜欢喝它呢 就是不明白啦 这也是个人嗜好啦 我们这样说也不代表 讲喝酒不好啊 什么这样的啦 就是不适合我们这样啦 然后里面我觉得最好喝的 是这个 是我 我懂你讲 你的话是这个 最不喜欢的是 这个 我不确定大家选择酒的条件是什么 越苦越好啊 还是那个味道越浓就是越好啊 我不清楚啊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给我们 像我个人喝到啊 这个真的是 比较容易入口 而且也没有这样苦 然后乙姨的话就是这个啦 就是喜欢有那种水果的味道 它就是有一种淡淡的桃的味道 不知道呢 试试还蛮特别的 但是 我不喜欢啦也是 做一个嘛 你继续说啦 看一个那个 快继续吧 你看他醉一点 你们是有试过好像我们这样买嘛 然后一个个试它们的味道嘛 应该是没有人这样试试嘛 然后你们再选出最喜欢的 还有最不喜欢的是哪一个 然后再告诉我们 我什么觉得很饱 可以给你了吗 可以啊 也跟大家讲一下啦 未成年就是不要喝酒啦 成年了的喝酒后也不要驾车 最重要是安全 像你们不是喜欢喝啤酒的吗 还是普普通通吗 我今次我们好像问了很多问题了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接触到的领域 所以就问题比较多一点啦 其实总结来讲啦 都是觉得不好了 哎呦 而且味道不是差不多哦 其实 每一口喝下去就会很苦味 那就是苦味哦 OK 这样今天的试试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 分享订阅 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银铛 也去我的FBI和IG看看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大家放心啊 这些啤酒我们是会喝完的 只是喝到几时罢了 喝你 喝你 还是太多了 我们这样饱就知道 你不是想买到的东西又用的 怎么知道 吃的东西又用的东西又用的东西吗 你使用的东西也用的东西 你还给你帮我来说啊 如果你不听老婆的话 不听老婆的话 吃饿就在眼前 都听了 你知道吗 还没听过来 没有听过来的 哈哈哈哈